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這個影片就是精選遊戲推介 近來都推出了太多遊戲了 遲些就要推出更多實用APP的影片 今天要介紹這遊戲叫做Barbarian 這遊戲是免費的 Barbarian是野人 這遊戲是蠻搞笑的 進去看看吧 這遊戲是橫著玩的 這個是主角 他拿著這個斧頭當成吉他玩的 進去看看 我現在就玩到這裡 這遊戲就類似Tile Defense那樣的 你就要保住自己的鑽石塔 一開始 這些我待會再說 就由最簡單的關開始 你可以選擇一些支援機器在你旁邊 我選了一個射箭 選了一個Healer 還有選了一個魔術師 不是 魔法師 不是魔術師 先進去吧 這裡就是遊戲的主角 我就調整清楚 很難調整得清楚 大概這樣看得到 我要叫一些部份過來 它就好像彈結他那樣 就叫了射箭下來 你看到上面紅色的點就是敵人 你就要射死它 就可以叫多些人過來 它一直在彈結他 其實是在吵氣的 待會再說吧 其實是比較難焦點的 那麽就 大家就著吧 拍得不太好 不要怪我 那Anyway 那這裏就是藍色的音符 那你就可以 叫多些這些人 這些是支援來的 那你就可以叫多些人過來 那你停在這裏的時候 它就會 吵氣吵得快點的 那它一直在彈結他 即是彈斧頭 然後它就一直在吵氣 那你就要避開這些東西 然後吃點錢 吃點錢 就照舊可以升級武器 那你就要保住這個 這個 綠色這個鑽石塔 那因為它後面的畫面是綠色 所以可能比較難看 但這遊戲挺好玩的 那它一路過關 那就一路有些人來 那你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但其實很難的 那下面這三個是什麽例的呢 這個呢 就是Power Up 現在因為太低level 那我不需要Power Up 那按這個的話 它就會用了10個 音符 10個音符 那它就會走得快點 那譬如你過後些 那些關 後些關的時候 很多怪獸出來 那你就可以跑快點 避開它們的子彈 這一點 這些 我不知道是什麽例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 防護力高一點 那這個閃電是什麽呢 就是一個Stun 那一按了它 它們就會震停了 就不會動的了 譬如我這樣按一按 就暈了在這裏 不會動的了 那這個呢 拿來打大哥 就最適合了 那我到第三關 第五關就是大哥 來的了 譬如我現在 譬如我這裏多了一個女 這個是Hila來的 那就是譬如我吃了顆子彈的時候 我就會吃了這顆子彈去 那它就會幫我補回能源了 那它就會幫我補回能源了 那我現在呢 就玩到 大佬那關了 那這隻東西呢 就要用Stun這樣 弄均勻它 然後下去打它 那整個遊戲 大概就是這樣玩的 那剛剛死了 那你輸了之後呢 就會補回一些錢給你 那當然也是照舊的東西 購買新增 就是增加自己的武器 增加你的Land那些level 那讓它們更厲害 那就是Heroes 那這些 那這些詳細的東西就不說了 自己買來領悟 自己下載來領悟一下吧 那但是呢 這隻Gamepad還有兩個不同的玩法 那你按了進去之後呢 那它就會有兩個mode 其實 其實是三個mode Story mode 和Challenge 有這個Survival 和Endless 那這兩個mode 你玩了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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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錢 然後可以 都可以 升級武器 反而我覺得下載那兩個mode 賺錢的方法是比較容易的 那 比如好像這個Survival 你一開始 其實它自己呢 本身呢 就不會攻擊人 不會攻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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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叫他們的Nan 過來 這樣才可以攻擊人 這個Survival mode 就是看你捱到多久才死 那你可以在地下有個感嘆號的時候 你就可以撿些Nan回來 然後呢 就一直打他們 避他們 還有 有多個感嘆號在這裡 那就去找多個人 現在有兩個 本來有三個 死了一個 然後 對 一直這樣玩 比如你想 厲害一點的 Power厲害一點 不夠打 之後很混亂的 你現在看剛剛開始 一分鐘都不夠 已經這樣了 那你捱多兩三分鐘 就會 就是 要很有技巧才避到他們 啊 又死了 那剛才玩的Survival mode 之後還有最後一個Mode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Endless 那這個呢 就 不用攻擊的 這個 只是避開一些子彈就可以了 它後面一直追著你 那你可以在途中撿錢 那 中間有些人在扔東西 那 那 只是避開那些就可以了 那當然 沒有那麼簡單 那之後就 就是 那些位置越來越窄 然後就越來越難 那 哎呀 那 打到綠色那些都會死的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 那 這隻Gameman就免費的 那自己登上來試一下 我覺得挺好玩的 那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那 就快點訂閱 因為會拍多些 關於Android的影片 那些Apps 或者那些Game 那這樣 接下來就會拍很多了 所以你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用的朋友麻煩 就like一下我的影片 或者share出去 多些人看就會拍多些影片 那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